比如说像这个墨子 上面是草子头 底下中间这个月子 底下这个很长 这个撇短 这个大字 那么如果你这个一用那了以后 这个字就很丑 像这种对写的字 只能是用那点 这样子 它这个字就比较好了 因为它是上中下结构 底下这个大字 它就不能出现用那来代替这个字 它就不美了 像这种对写的 只能用那点 你看这个字 自动对写的字它挺多的 比如说 这个也是 这种笔 这个笔 短 这个用那点 这个还有 像这个 这个呢 就是相对来讲 它这个笔画 比较少的字 这个笔画呢 就相对来讲 要粗一些 就不能写戏 要写戏的话 它就没有力量了 这种类型都做得比较典型的 这种自动对写的字 该用那点的时候 你用那就不行 你用该用那的时候 用那点也不行 所以说 这是 这种类型的字 这种类型的字